大家好 昨天有跟大家介绍预测大盘的多空的领先指标 今天想跟大家来讨论的是 我们有没有办法找出个股呢 在盘中就能够去预测出 其实当天盘中的大户或散户的一个动向 之前我有跟大家介绍过 我们可以用诸笔绰合里头的特大单的数据 然后来去花了一条大户指标 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我们直接用XS的脚本 我们可以自己去定义所谓的大户的标准 因为之前我们不管是大单特大单的定义 是由加时来定义的 当然我们是用常态分配的百分比来定义 当然每一个人的看法不见得一样 所以我今天就跟大家介绍说 你可以自己来去设定一个参数来决定说 你认为单一个Tick要达到多少的成交金额才算是大单 好那这样子一样你可以画出你自己的这种所谓在盘中就可以找到所谓的这些大户的动向 好那我们先来那个看一下说这个脚本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写法 好那首先当然因为是指标啊 所以我们如果要分大小户的话 我们还是要去把那个输入的那个列列别分成大户跟散户 好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就来设定说大户的门槛到底是多少 好那像我这边我是设成100万就是单一个Tick要100万 好那时候我就我设了一个这个用P这个参数然后是100 好那接下来的我就从今天就是从今天一开盘开始我就开始来计算说 有多少的的Tick它的量是符合大单的标准 好那所以这里就开我就开始计算好那 那第一个大概就是说我先算就是每一个Tick的成交量 然后每一个Tick跟上一个Tick就是我用TP跟TP1来去代表 好那再来呢就是我先确定一下我有些设计的Condition 第一个Condition1就是他那个交易金额有没有超过100万 好这个是交易金额OK 好那第二个事情是我就开始算那如果这个Tick比前一个Tick上涨的话 好那这个我就设两种不同的状况 如果上涨就是Condition2如果没有上涨就是Condition3 好那那一样就是如果是下跌的话那那就是Condition3 好那如果如果就Condition3就是True好那这样子接下来我就 好那那Condition1就是符合大单标准的时候那那 那然后呢它如果又是Condition2那意思就是说上涨好那我就把它加起来 就是我用这个V6万这个值我就把这个量加进来那就是思维是大单的买潮量OK 那如果不是的话我就把它减掉那就是表示这个是大户卖出的量 好所以这样子长期下来我就是说在盘中我每个Tick的累积完我就知道说大户累积到目前为止它的交易量是多少张 好那所以在这种这样子我就可以划出一条大户的线那也划出一条三户的线的累积当天的买进的线好那这个怎么应用呢其实它的概念大概我我我我我今天举金箱店做例子 就是说我们最常碰到的问题都是我们都是在这个盘后的时候才知道说啊今天外资买超今天头戏买超可是事实上它的买超的行为在盘中它会表现出来好那我举昨天的金箱店做例子好了昨天的金箱店它拉上去的时候当然我在猜大家都知道这可能是大户大户在买嘛好的不过它在这边有做了一个盘整好那这个在这盘整的时候我们发现说 它其实它大户的买超还是缓步了在往上走那代表什么意思就是说它股价在震荡可是它其实大户是站在买方好那当然最后是说上去了不过我们回头去看一下说昨天呢它金箱店的一个一个那个它的那个外资买卖超好就是它的那个阻力买卖超好那我们就会看到说 它其实它的那个外资是买超的然后呢主力券商买超OK所以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你在盘中你大概就可以看到这些数字你大概预测说今天其实大户是站在买房还是站在买房好那当然你会说这个这个可能是葛日聪的券商在买那maybe没有错了但是至少我们在盘中我们就可以在它拉涨停之前我们大概就知道 大户是站在哪一边好那所以以今天来跟大家做的这个介绍就是说我们其实这个盘中呢我们用这个指标那因为它是Tick累计的然后我们用一分钟线的话我们其实大概就可以大概知道说好这个大户是是站在哪一边好那这个跟我先前跟大家介绍我们加持自己算出来的特大单大单所 算出来的这个大户指标的话那两个的差异是这一个的大户的定义你可以自己去设定好你要100万算大户还是你要200万才算大户你要300万才算大户这个都OK的好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这边我要特别说明的是因为我这样子的脚本卸化有一个缺点就是如果呢它是连续大单可是股价没有动 它没有必须不会算进来好那这个其实是可以改啦我我觉得我之后还会把这个脚本再改的再更精确一点好不过现在的情况大概是这个样子那这个要先跟大家说明好那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指标好那谢谢大家